许多朋友买车预算不到10万,不知道选什么样的车型 那么今天就来看这么几款车,5到8万都能够买得起 而且在市场当中比较可靠,销量比较好的一些车型 第一台车,一汽大众捷达VA3 这款车销量较好,在过去8个月份这台车拿下了3666台销量 在今年上半年总计是2.66万的销量成绩 这个销量对于这款车来说已经是属于非常不错的 目前官方指导价6.58万到9.28万售价区间 在市场车型有6款车型 捷达VA3定位是一款A级车型 车长4501毫米,轴距2604毫米,车身尺寸 后备箱较好546升 这款车它的后悬架是扭力粮食非独立悬化,略微遗憾 动力方面匹配的是大众非常家族化的1.5升自然吸气方向机 加5当手动变速箱以及6AT变速箱 112匹马力145牛米动力总成 百公里综合油耗在5.7升,燃油经济性方面都还不错 第二台车奇瑞艾瑞泽5 目前这款车主推是艾瑞泽5plus 上个月总计销量4795台销量 目前载售车型比较偏多,18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6.99万到9.99万售价区间 同时有两种外观颜值可供选择 游汇方面大概是在5000块钱左右 不包含补贴 定位同样是紧凑型家轿 车长4680毫米,轴距2670毫米 最小离地间歇127毫米 后备箱也较为可观570升 同时采用的是卖伏训式独立全家 后全家还是牛列粮食非独立全化 不过这款车基本上标配了10.25英寸全液晶机表盘 以及标配10.25英寸中控屏 有两款动力总成可供选择 1.5升加5档手动变轴箱 模拟9档CVT变轴箱116匹马力 以及还有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5档手动变轴箱 模拟9档CVT变轴箱156匹马力 想要更加省油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1.5升车型 动力是够用的 第三款车型荣威i5 在上个月总计销量5171台 是属于在市场当中非常火爆的一款车型 这款车目前官方指导价 6.79万到9.99万售价区间 同时还有GT版本车型 8.79万到9.99万售价区间 而且目前优惠在7000块钱左右 不包含相关补贴 同样定位是一款紧凑型车型 车长4607毫米 轴距2680毫米车身尺寸 后备箱容积达到512升 同样后悬架也是纵臂扭转量 非独立悬挂 在动力方面 匹配两款动力总称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5档手动变轴箱 以及模拟8档CVT武器变轴箱 120匹马力 油耗5.5升 以及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加七打湿式双铃和变轴箱 173匹马力 275牛米 百公里综合油耗5.9升 第四款车型 吉利冰锐 上个月总共拿下7228台销量 非常火的一款车型 目前在售有三款车型 官方制造价 9.48万到10.98万 许价区间 目前优惠并不算大 也就不过是在3000到5000左右 这款车 作为一款紧凑型车型 车长4710毫米 轴距2670毫米 后备箱容积480升 后悬架依然是纵臂牛转梁 非独立悬挂 动力方面 匹配全新的吉利进行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七挡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181匹马力 290牛米动力总称 而且零百在7.1秒 百公里综合油耗在5.9升 这款车基本上标配 10.25英寸仪表板 12.3英寸中控屏 OTA升级系统等配置 第五款车上汽 明决5 这款车在上月总计拿下 6802台销量 目前在售车型 总计有10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 6.79万到11.79万 手价区间 在这个手价区间 包含了明决5天蝎座 版本车型 目前优惠并不算大 4000在6000块钱左右 同样定位是一款紧凑型 家用轿车 车长4675毫米 轴距2680毫米 在同级当中 是属于比较中规中矩 后备箱略弱 401升 后悬架依然是便捷面 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 动力方面有两种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5挡手动变速箱 模拟8挡CVT变速箱 以及直配式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7挡10式双离合变速箱 173匹马力 275牛米 百公里综合油耗 在5.9升 很多朋友都选择了 它的天蝎座版本车型 家用代步的话 直接选择普通版本车型 就可以了 在配置方面 标配了10.25英寸中控屏 以及OTA升级系统 语音识别等配置 仪表盘只有顶配车型 才享有12.5英寸 第六台车 别克英朗 英朗在上月 还拿下了8565的销量 目前在售车型 依然是四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 是1.99万 到12.59万售价区间 目前这款车优惠 还是比较偏大 在4.5万左右 不计算它的补贴情况 英朗定位 也是一款紧凑型 五座家用轿车 车长4609毫米 轴距2640毫米 在同级当中并不算出色 后备箱462升 不过它采用四轮独立悬挂 麦佛训制独立悬架 以及多联杆式独立悬挂 动力方面也是两种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6AT变速箱 113匹马力 有两款车型 1.3P三缸发动机 加6AT变速箱 163匹马力 也是两款车型 总计四款车型 1.5升版本车型 是市场当中 比较走量车型 百公里综合油耗 在5.9升 第七台车 雪佛兰科鲁泽 这款车在市场当中 也是一款非常走量车型 上月总计是 9658台销量 目前在售新车 有三款车型 官方制造价 9.49万到10.89万 售价区间 优惠要小于别克英朗 目前大概是2万块钱左右 这款车在动力方面 其实跟英朗是一样的 都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6AT变速箱 以及1.3T三缸发动机 加6AT变速箱 并且加入48V轻混系统 在车身尺寸方面 与英朗相差并不大 车长4656毫米 轴距2640毫米 这款车比较轻 车身自重在1.2吨 同时它也是四轮独立悬挂 采用麦佛逊式独立悬架 以及多连杆式独立悬挂 而且还具备电动助力转向 以及电子助车制动等配置 作为全新款的车型 还标配了双联屏 10.25英寸仪表盘 以及10.25英寸中控屏 第八款车型 吉利D豪 上月总计拿下10742台销量 目前在售车型 多达7款车型可供选择 官方指导价6.99万到12.98万 市甲区间 优惠并不算大 5000到6000块钱左右 吉利D豪 全新第四代车型 是基于BMA魔怪化 达到出来的一款车型 定位紧凑型家轿 车长4638毫米 轴距2658毫米 不过这款车 后备箱确实比较大 达到600升的程度 前悬架是独立悬挂 后悬架是纵臂扭转梁式 非独立悬挂系统 动力方面采用1.5升 自然吸气发动机 无挡手动变速箱 CV7变速箱 114匹马力 油耗在6.5升 同时还有1.8升 加三挡DHT的 混动版本车型 在配置方都还不错 标配12.3英寸仪表盘 以及10.25英寸中控屏 同时还有GPS导航系统 等配置 第九款车型 大众桑唐纳 在上个月总计是 10818台销量 目前在售车型 有四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 8.79万到11.28万 说价去见 而且作为大众 提供比较走量的车型 这款车 优惠也基本上 能够做到2.3万左右 不包含其他补贴 不过车身尺寸略小 车长4475毫米 轴距2603毫米 也比较符合 大众一贯的风格 这款车它的后悬架 也是采用纵臂扭软梁 非独立悬挂系统 动力方面 只有一款动力总成 1.5成自然吸气发动机 加5挡手动变速箱 以及6AT变速箱 112匹马力 145牛米动力总成 百公里综合油耗 在5.6升 第十款车 长安移动 这台车在上月 总计是13044台销量 非常火爆一款车型 目前在售车型 总计有6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 7.29万到10.39万售价去见 仪惠方面 还可以在8000块钱左右 这款车定位 已经是一款紧凑型家轿 车长4730毫米 轴距2700毫米 这款车后备箱 能够达到500升 程度还非常不错 不过后悬架 依然是纵臂扭软梁 是非独立悬挂的 在动力方面 匹配两款动力总成 可供选择 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5挡手动变速箱 模拟8挡CVT 无极变速箱 128匹马力 油耗在5.7升 另外一款动力 就是高配的两款车型 1.4T涡轮增加发动机 7挡10式双离合变土箱 160匹马力 260牛米动力总成 百公里综合油耗在5.6升 对于我们很多预算 在5万到8万的一些朋友来说 这10款车型的可选择性 也比较高 他们在市场当中的认可程度 口碑保有量 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如果预算到这个阶段的话 那么这10款车型的可参考性 还是属于比较高的 1.4T涡轮增加发动机